你說拿著土撥鼠亂跑嗎 他穿甲 土撥鼠 什麼是土撥鼠 想要兔子跳啊 兔子跳也是超級多人在問的 那U圈現在這樣在做的就是兔子跳 什麼時候要用兔子跳 沒有什麼時候要用的 兔子跳通常都只是爽在跳的 隨不亂跳 沒有一個時候要用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跳爽的 啊可是 沒人還是很好奇到底是怎麼跳 開場前也不需要兔子跳啊 開場前兔子跳就只是在跳 真的都是在跳爽 因為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沒有加速 對這個遊戲的兔子跳是沒有加速的 我們現在真的同時走 等一下我刀你然後就走 OK啊 真的走了 等一下再一次 重點是跳不好還會變慢 對 跳不好還會變慢 所以 這遊戲的兔子跳其實是 相對其他遊戲是很不必要的 像我知道Apex跳好像會比較好 然後CS不用說 CS就是一定可以 可是因為他的兔子跳真的就只是在跳爽的 然後外加就是習慣 一些人的習慣 我先說一下兔子跳到底是怎麼跳 兔子跳在這個遊戲W是可以按住的 可是我先教就是W不用按住的兔子跳 就是 最經典的兔子跳 就是沒有W的 一開始讓我的人加速的東西是用W跟跳 就是讓他有一個往前加速的一個動力 然後剩下的都是靠AD 靠我左 左擺右擺 去維持那個速度 然後甚至可以加速在別的遊戲 像我現在啊 起步是絕對是W 然後加跳 這是最一開始 像我剛剛說的 這他的原理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W跳 然後後來我們會放開W 因為剩下你不要那個W的前進 你只要左右 那你就會變成兔子跳 然後兔子跳要怎麼 要怎麼左轉右轉 主要還是以滑鼠擺動為主 就是你我 假如說我 ADADAD 聽起來雖然說話是說ADADAD 可是我不可能往右擺的時候我還在ADAD 就是說 我一定要等我落地的那一剎那才會再換 D A D A A D D A 椅子類推 我可以拍一次手給你們看 我也不知道怎麼拍了其實 對我不知道怎麼拍 我應該只能拍 我只能拍貓 兔子跳有機會閃掉狙擊嗎 當然是有的 絕對是有的 生法 嗯 那就也是生法的部分 可是像我們說的 通常都是還是以 轉轉跳為主 你兔子跳如果他狙不到的話 通常就是 算那個狙擊的問題 因為這遊戲的加速真的很慢 就是加速是極慢 就是假如說我兔子跳過去 就等於好像 我用跑的然後這樣跳 是一模一樣的意思 原轉跳怎麼跳 原轉跳就是 你要轉回來的那個方向 然後滑鼠跟著轉回來 假如說 我要跳出去 我W我要跳出去 我A回來 如果假如說今天是我要 我要從這邊轉回來的話 我就D回來 主要是滑鼠視角 他主要就是滑鼠要動 我頭往左轉 我就按A 就好像那個兔子跳一樣 原轉跳就等於 有點像一半的兔子跳 就假如說我 我宣傳跳回來 我其實可以繼續兔子跳 因為他就是很像一半的兔子跳 機停就是很簡單 他就是D A D W S S W 就這樣 我的人物是一台車好了 然後我W會加速 然後我就要用S 來停 如果我一台車子 我想要馬上停下來 我會W直接放開嗎? 不會 我會用S來停 同樣的道理在這個遊戲上面 就是說 我一個人物我要往前 我要馬上停 我要馬上開槍 我不會放開W 因為他還會有那個 往前的一點點的動力 如果我放開W的話 我D槍會是炮的 可是如果我馬上停下來的話 那個子彈就會是在準心上 這就是我放開 跟我有沒有幾個差別 就是像D槍 通常都是D槍最有差別 這是一個很好理解的一個東西 就只是需要長時間的 去讓你的腦袋去適應說 我要開槍之前我要先停 因為很多遊戲是 我看到人我右手先反應 就左鍵按下去 可是這個遊戲是說 我看到人我左手先反應 先停 然後右手再射 我跟你講那個蹲下 其實是非常 容易知道什麼時候要蹲的 習慣動作之外 如果你要跟他打架打到底 你要給這個人死 你要跟他拼一個你死我活 你就蹲 你就跟他壓槍壓到底 不然我們通常 通常是不會蹲的 我們通常都是 就是擠發擠發在射 就是假如說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 一直在跟你一直閃看 閃看閃看 你不可能會直接 蹲下直接跟他壓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子 位置就鎖死 你位置鎖死 然後他一出來很好 直接遇開到你這個位置 因為他知道你那個位置很蹲下 所以蹲下 基本上都是用這樣子來判斷的 蹲下有他的好處 像是 就是頭線比較低 之外 我壓槍也比較好壓 什麼時候蹲下其實是 很好判斷的 有時候也是 不用思考的一個動作 為什麼 我們這個遊戲 閃聲不是用 ADAD去閃 來 Yu Chen你過去一下 為什麼 我們這遊戲 假如說Yu Chen現在在那邊架局 這應該是最 最常遇到的一個人 就是狙擊回那邊架局 然後為什麼我們這個遊戲 是用 跳的去閃 旋轉跳 去閃狙擊 而不是ADAD去閃 因為這遊戲本身其實加速很慢 加速很慢 加速很慢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他人的移動速度其實是 算是偏慢的 從0到 他的 拳速 是很慢的 所以通常我們會用跳的 然後拿刀 旋轉跳來 讓他開一槍 然後miss掉那一槍 假如說AVA啊 或是CS啊 之類等等遊戲過來的人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 我們這個遊戲是 用這樣旋轉跳去騙 狙擊的槍線很奇怪 可是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遊戲ADAD閃生 實在是太弱了 像Yushin你ADAD閃生我 可以看到他這個速度是 極慢 如果是我們這種場 通常 散生的人都會死 放狙擊是絕對不會miss這種槍的 Yushin你現在旋轉跳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差別 這差別是 極大 像如果Yushin現在在那邊啊 然後我旋轉跳 其實就會有個問號了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其實就有一個問號 閃生要怎麼練習 這遊戲不太建議閃生 這遊戲閃生是很像弱智 這遊戲閃生不太強 所以 不太建議閃生 尤其是 這遊戲很像1.6 如果有玩過1.6的人 就知道 他的牆壁幾乎全部都可以灌 你閃生 我跟你講你回來 這個估計血量也是 一滴兩滴 或是直接暴斃 因為你閃生 人家就看到 這邊有人 然後他直接往這邊灌 你要馬上一滴 然後跑走 你現在蠻血嗎 我150 根本沒射到我 他只穿不過去 他就根本射不了 你是偷開無敵 射我看看 閃生就好像我免費漏位 我跟你說我在這裡 然後你就可以灌那個牆壁 把牆壁灌死 很多穿牆壁還是一槍 一槍就死 反正就是這遊戲 這遊戲閃生真的是 是廢 你們就知道 連狙擊就是你閃生 他灌那個牆壁你都會死 那你閃什麼 不閃生要怎麼peak 什麼意思 判點的話就是直接 爆點然後集挺 我覺得有一些人搞錯了 我們現在在這種時候 這樣子看 你們以為我們在閃生 其實不是 如果我們一出來 那個人這個時候一出來 他是可以直接被秒 我們這個時候不是在閃生 這個時候只是在看 我不希望露那麼多 因為我看這邊的時候 我當然也會怕這邊有人 我會怕我右邊有人 而我的牆管身體 都會被 我現在標點這個地方的人 看到一半 而他會有辦法殺我 如果我直接站在這邊 這樣子架 那他直接灌那個牆壁 我就直接死 所以說我們才會這樣子 就好像我們在閃生 可是其實不是 我們在架點 那狙擊要對影一個 架好的一個狙擊 其實關係到 你探的點多完美 外加上你的育苗點 多完美 你要去打贏一隻 下好狙擊的 有時候 下狙擊的人 不一定會 打得贏這種 他已經拆到你的位置 在這邊了 不一定是打得贏 這個是非常難打的 除非那隻狙擊的心裡 就是想說 我就是 如果有人 我開箱我根本不管 然後我就直接走 像Yushin你先躲起來 然後再燙我 像他這樣子 他根本 只露了一點點 可是我就開箱我就走了 我根本就不理 那時候狙擊都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是要架 他就是想殺一個人 這個時候 如果有隻狙擊 是 像我剛剛說 他已經完全拆到你的位置 然後這樣一出來 他把握度非常高 反應也很快 這樣一出去 其實是 非常高機率 架的人是打輸的 因為其實你架的那一方 是被動方 很容易晃神 等等之類的 所以就是為什麼 通常很常有狙擊手 只架細鳳 他也不管有沒有人 然後一有人在我畫面上 只要有東西在我畫面上 我會槍 我覺得狙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不是要 奪準奪準 你要奪殺 狙擊手是很容易被封死的 敵人不會給你機會去開槍 你要有辦法讓自己 有容錯率去開很多槍 這才是狙擊最重要的事情 推薦哪一隻刀 這把我蠻喜歡的 這把RGB電競菜刀還不錯